还是说一下这个房子这个状况 我就简单说一下 这房子呢基本上是带了 就是一共房价是50万 然后呢35%的一个省户 然后呢当时的时候是锁了三年的利率 是2.04% 2.04 对 就是介绍一下这样的状况 就当时贷款的话条件还比较松一心 但现在的话我再问经济 越来越严 就是这个贷款经济它会很严 要出具各种的证明 对这波银行股都跌了不少 就因为加息加的 也有的朋友呢就也聊到这个买房子 就是同样的价格的房子 同样的省富 但是呢他就比较难一点 因为他这种比如说这个资产证明啊 贷款的证明啊就贷出来了 贷款的下降这个时间的 所以这个就很难讲吧 就是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的话经济条件也好 他的选择也好都不一样 对 那到底什么时候是个买房的审计 你觉得是明日而易吧 看自己的能力吧 即使是房价涨得最快的时候 我还是当时还是建议高需赶紧买啊 去年前年 所以挺忙的 因为利率高需就意味着贷款 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 利率低的时候你能贷的高 是吧 利率高的时候你能贷的低 那利率低的时候能买房 在利率高的时候你可能就买不了 嗯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现在来看的话 大家 买房的人 无论是刚需还是投资 大家都歇了 去这边 可能至少要歇到明年春季 那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往里跳 因为眼睁睁的会看到房价跌 现在去跳的话 我觉得就有点不适得 对吧 无论是刚需还是投资 投资百分之百不会 不会往里跳 啊 投资现在是往外逃的时候 因为现在利率那么高 是吧 他们对利率要敏感得多 因为他们可能不是投一套 他们可能投三套 五套 职业的投资 一旦甚至是十套八套 一旦利率上涨的话 那几套房子全涨 有些甚至用的是丝带 丝带的话 它利率要高很多 对吧 那 真是有破产的风险吧 这种情况 还是要丰险提示 对 所以我的频道 可能一直在提示风险比较多 房子咱们就到这儿 下一个话题 孩子到这儿来 你觉得适应这儿的环境 花的时间多吗 肯定有个过程 比如说 语言方面 语言方面 和孩子交朋友方面 语言方面 当时的时候就认为说 小孩子肯定语言没问题 对 然后 时间拉到现在呢 就可以说 远超过我的想象 因为我可能认为 孩子所谓的没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要上小学啊 比如上个两三年级啊 那么现在呢 他是四岁多 五岁的时候到这儿来的 现在是不到六岁 只有一年的时间 在幼儿园里面 刚开始进幼儿园的时候 是非常不适应的 对 就是所有的老师 只讲法语 对 英语的话 我大不讲 现在呢 这个孩子 就是跟家里面 肯定是都说中文吧 对 但是呢 如果出去的话 可以说大常俱乐的法语 嗯 那他的这个语言 能力就 孩子的语言肯定快 就 年纪越小 越快 远超于 我觉得可能 远超于同龄人吧 没错 因为同样的 有这个 朋友的孩子们 也是大概这个年岁的 可能说的法语的话 就 没有这个 和幼儿园的小朋友 交流也很少 对 我觉得在这边的话 可能比较吃香的 是这种性格上 比较外向的 对 我的孩子他 愿意去交流 而有的时候呢 主动的会跟 呃 这种西人的孩子去 交往 嗯 在开始的时候的话 他老是说中文 嗯 就和中国的孩子说 那我们也引导孩子 就是说 哎 你用光和 这个说中文的孩子 去吧 去交往 你可以试试 说说法语啊 说说英语啊 去和其他的这个小朋友 多去玩啊 会引导他 对 那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他会主动的 就跟这个西人小朋友 去去交流 我们也会每天问他 说哎 你今天又学什么新的知识啦 做什么游戏啦 嗯 你会交到新的好朋友啊 对 啊 那好朋友的名字是什么呀 那名字的话 在有的时候肯定就说 就说这个西文吧 没错 不知道是英文还是法语 我们就会说啊 那他是中国人 日本人 还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加拿大人 会问他一些 他就说啊 这个是一个 中国小朋友 我说中国小朋友 也说外国名字吗 对吧 他也说中文吧 对吧 就跟他聊 所以我觉得这种 跟孩子的工作人员很重要的 嗯 他会慢慢的 潜移默化的去引导 说能够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嗯 因为这边啊 说虽然是华人吧 嗯 但是你也不知道 他具体的是 比如说大陆人 还是台湾人 对吧 可能是二代人 是三代人 甚至东南亚的 对吧 也是看不出来外表看不出来的 对吧 然后我的孩子看来 一个比较好的是日本人 对吧 那这个就 就不好说了 但是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个身份 就是他们其实都已经是 加拿大人 或者人类为客人 对 就是已经 慢慢的就转化了 所以 我觉得 可能对于 我的 因为这个孩子 对这个孩子还好一点 就是他至少出生在国内 所以呢 他知道说 我是出生在国内 但只要长大之后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对 伴随在一生 我到底是谁 如果要是 比如我第二个 第三个孩子 他出生在加拿大 那种身份问题 用这个问题 根本就会难过一些 因为他本身是华人的学生 但是他村在加拿大 又不知道 到底是谁 这不是 ABC 对吧 也被CBC 我觉得在美国可能会 这种问题出处 在加拿大 可能还是更多元的话 可能会好一些 对 希望说多虑了 对 就因为孩子在这里 所以有可能孩子的成分 考虑很多 嗯 谈谈工作学习 哈哈 工作学习 第一份工作 是做外卖 拍了一个纪录片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这个视频的下方 啊 详情里边有 呃 我给抱歉军同学拍的纪录片啊 我觉得还行 我自己挺满意的 网哥的纪录片 拍的片子好 好漂亮 对 还挺满意的 很美 非常好看 大家踊跃点击 可以 下方的链接 呃 这个 当时的时候 到这里边呢 呃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吧 就是想多尝试一些 不同的工作 多体验 啊 就人生的体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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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外卖的工作啊 它有很多好的地方 比如快速的认识这个城市 这个街道 接触更多的人 同时呢 它相对来说 呃 呃 就是你只要 愿意去 跑跑颠颠的 然后一人接触户外 你就可以去做 对 不过呢 随着这个 呃 当时呢 因为疫情啊 嗯 所以外卖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都愿意在外卖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呢 感觉 呃 至少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 呃 出去 酒餐 对 那么 外卖的主要客户呢 就还是分平台 如果是西人平台的话 西人居多 如果是华人平台呢 华人居多 嗯 反正总值的话呢 一方面也可能是经济 比较这个收缩的原因吧 大家对于这种 呃 最近的一年当中 呃 它的难度会大幅提高 嗯 呃 就收入的话会比较减少 呃 呃 呃 从这个 最基本的来说 外卖实际上是个字步嘛 嗯 呃 嗯 嗯 嗯 有些 呃 有些 呃 属刀 甚至于更低 另外一个呢 你要扣除它所有的费用 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要是自顾 跑外卖的话 你当包税的时候 比较麻烦 嗯 你要有个非常详细的 那个单子 包括你的车的所有的费用 嗯 你的油写 甚至包括你的工历 嗯 这个计算 嗯 那个单子 我我我我填了以后 非常非常麻烦 反反反税 算了 我就不要了 你这太麻烦了 你去报这个税 呃 所以这些的话 你都要考虑到 把成本一刨去 把这个税一刨去 你可能真正到了手 纯的税务的话 就可能也就最低的意思 嗯 那就没有必要了 而且还顶着风险 可能你出去以后 你今天你 挣个 对吧 一百五十刀 结果一张罚单 弄下来一百七十三刀 呵呵呵 对吧 你这个还倒贴些 没有死啊 就不去做 最重要还是很辛苦的 我跟拍的一天 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很辛苦 尤其是冬季的时候 对吧 下大雪 挺辛苦 对 然后再说说后面 那就曾经做过这种的快递 那快递的话呢 有那个Amazon的快递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华人品的快递 那我感觉呢快递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个外卖 就不具体说那个品牌了嘛 我就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外卖的这个特点 它呢就是取货 第一个时间 第一个事情 你取货的话呢 你就要把整个车进程度塞满 因为你送的越货 它是按照你的单件来算 寄件 寄件 你这一趟出去 因为一天基本是取一次货 那你肯定是装的越多 那你的收入 一天下的收入可能越多 对 快递的好处呢 是你可以把这个车开到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去 嗯 接下来的话 你把车挺好了 嗯 全部用团 跑着去送 嗯 那就是节省这个车费 嗯 车损呢 油钱都节省了 而且呢效率很高 嗯 这个也是考察你对于整个街区的熟悉的成果 嗯 这样的话你越熟 你的效率会越高 嗯 基本上你送一个 三块 四块 嗯 虽然肯定没有外卖收入高 外卖的有些小费的话 总价钱的可以达十刀 就一单啊 十刀甚至十二刀 十五刀都有的 嗯 但是你送件 可能就没有那么贵 但是我效率会高 嗯 我一个小时的话 我可以 可以送到这个 五六五六间 嗯 这样的话 那你一小时的话 再高可能甚至有 有些时候好一点 我一下我就一讲 数不可讲 嗯 就这一个单元 他全扔去了 嗯 一拍照就走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能甚至一小时的话 我能够送个 十斤能到三十刀甚至四十刀 嗯 那这样的话就很好 嗯 但是呢 这个也是看你的 怎么说呢 这个就 不能够 有时候不能自己把握 如果人家派单 给你派得特别好 那你就收入比较高 如果他派单 派得不好 特别散 或者是这个单的话 一下你可能公寓门进不去啊 或者怎么样 你可能会卡住了 甚至有的时候的话 人家 就是有些时候 不太友好 什么的 这些都遇到了黑人 什么的 但是这个 遇到了真实的情况 就是 遇到了黑人 对对对对 不太遗忘 而且有的时候公寓的话 真的是比较难找 所以就 这个各种状况嘛 所以就是说 暂时的话不干 最重要的是 现在在学习嘛 全职学习 所以呢 就没有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总体来说的话 呃 做了多久 呃 做的时间短 大概不到一个月吧 对 对 就是也是 也是体验了一下 而且呢 那个平台 我当时做的是一个 华人的平台 基本上都是 中国发过来的货 我在这里 呃 呃 客户是都是西人的 呃 送起来你很开心 只不过他最麻烦的是 呃 他取货的底面 是要在岛内 而且是很东边的地方 我每次开车去取电的话 就要一个小时 然后在那儿取电 完了之后再回来 那整个路程的话 小半年就没有了 对 那所以这个时间 按理应该算到我的 工作的市场上 对 那如果把这个也算上了 那我平均下来 可能收入都 到了20% 我的实习 这样收入就不高 对吧 所以这个综合考虑吧 每次开 开过去 开个十几公里 对吧 这个游戏成员比较高 体验过了 就好了 也呢 还有工作呢 就是到这个厂子里去工作 嗯 这个工作我觉得都很好 就是凡事这种不体力的 包括也给人打过这个装修的小工了 加拿大人工比较贵 嗯 没有那么的贵 但是国内人工也少了 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对 那工厂的话呢 我觉得在这边肯定是 西人的厂子 会交的正规一切 正规一切 那么包括你的老保啊 用品啊什么的都保护得很好 包括可能 你的这种时间上的把握 人家西人就说了 到时间了啊 就能 做什么 流水见了 做什么 做很多 哈哈哈 肉厂 肉厂 香肠厂 然后还有蛋糕厂 然后还有蛋糕厂 一天做几个小时 呃 大部分呢 是这种白班吧 它这个有那个shaped嘛 你可以去选 基本上就是白班的话八个小时 网班的话就是四个小时 嗯 收入呢 收入的话平均下来的话 睡前是二十个 二十个 嗯 就是我觉得还不错了 嗯 但是呢这个就看你的岗位 它是流水线 对 流水线 就是 流水线 就是上面 速度快不快 非常快 对 它是不同的岗位 有一些的话呢 如果要速度快呢 它就累了 非常累 如果要速度慢呢 它就有个那个 比较轻的那个叫 对对对 对对 混的时代 速度就非常快 对 而且很有意思 就讲有一次事情 呃 它会把长气功和临时功分开 那长气功的话呢 基本是安排在比较轻松的地方 像有的女孩子 是老太长 长气功反而去效率更低 就轻松嘛 对吧 而且福利更高 他的这个收入也更高 因为不是有些人吗 我们是相当于这种离时工,而甚至还有我们是通过中介 那实际上工厂发的钱是要通过中介发给我们 中介还有中介意识 对,小女生啦,还有老太太啦,甚至六七十岁的人都去工作 然后就去放那个贴签,就闭脸,在那儿贴,就从来都会睡着了 我们就在这里,就是抡那个肉啊,一扇肉估计得有个一二十斤吧 就是轻�ı ichi 你一银子创过来以后,它是一排一排一排,它就是整块猪的半个身子 那你要找起来,如果一银子创过来后,不能停,你但凡拉过一个,那个肉就蹲到在后边去了 然后从那揉揉过去 然后扔到那个超大的一个大箱子里面 又干了很多岗位 举很多例子 然后就是揉 你一个穿上它过来以后 它是一排一排一排 就是整个猪的那个半个身子 那你把揉起来扔过去 揉过去 不能停 你但凡拉过一个 那个肉就堆掉从那后面去了 然后你就赶紧还被 把这个救回来 那说实话这一天还是非常累的 主要是要保护腰 非常累 这个是属于是大的动作 要比较累的 还好的就是 去把这个肉捆下来之后 去给它卷一下 拿那个塑料水 然后扔到那个纸箱子里去 这个要求你手极快 因为整个都是线上人 大概有那么三个工位 都是在做这个同一个动作 但是的话呢 它这个肉太多了 就基本是捞管 然后你不能让那个肉溜过去 所以的话有时候 你一个一个拉不软的话 然后扔过去了 然后你就要飞快点看 然后就回来 然后就很忙 但是也很忙 过去也不要紧了 就是跟机场的那个传送带一样 还是再来一遍 哈哈哈 工头会比较照顾你了 特别是昔日的工头 其实都还好 但是可能如果不说华人的话 就可能相对来说 还要求比较严格 这个工作做了多久 这个工作的话 那时间可能 就不过全家型的话 那估计就有两三个月了 两三个月 对 这样子 对 其实瘦得还不错 对 就是你要可干嘛 基本上大庚下来 就是睡前的话 二十个月 这样子 也算见识过 所以就蛮有趣的 这种经历 你在国内的话 基本上没有这种机会 就是我说 我这个生活状态 在北京 对吧 至少你周围的环境 不允许你从事这样子 对 但是也很难讲 现在中国的一些硕士 都已经去跑来卖来了 主要看卷得厉害不厉害 卷得厉害的时候 要把身段放得低一些 这样都不厉害 那就难说了 所以这个大家去评评了 我这边就是在沉属实实 对